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我是一个教育博主 主要分享韩外中文教学,学习留学相关的干货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并且想实现个人成长的话就请关注我吧 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聊聊我成为up主之前的经历 和成为up之后的改变 也想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 从畸形人到被搭讪是我的真实经历 也是一段从丑小鸭蜕变成至少外表上来看 不再被人歧视的经历 畸形人这个外号是初中同学给我取的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分享过 读初中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靠海边的小镇 直到读初中,我还是一个身高1米58 体重不足40公斤的瘦子 读初中以后,全家搬到了一个二线城市 城市里长大的同学们确实长得比我白净 身体也比我壮得多 文化各方面,阴影程度比我好太多 在我自身各方面,强奸都比别人弱 心里已经极度自卑的情况下 同学们竟然还给我取了一个 现在想起来还时不时会做噩梦的外号 畸形人 当然,他们那时候也会很轻易地叫我 畸形 关上这个外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我又黑又瘦 尤其是头和脸的比例比一般同学小很多 大家都觉得我长得跟普通人太不一样 是一种很畸形的瘦弱 自此以后,我忍受了很多很多年来自外表的歧视 虽然在小镇里生活的时候 已经有人因为我的长相给过各种没有下线的言论 但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身边的所有人,包括当时玩的比较好的死大 都称呼为畸形人的时候 每天早上醒过来,都觉得天是灰色的 读小学的时候,由于外表不够好看 心态没有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 我至少还要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 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初二开始,很多同学悄悄在任何老师 甚至班主任家里不习 老师上课的内容越来越跳远 我再也跟不上学校的教训节奏以后 我的心态彻底奔弱 长得不好看,成绩又不如人 再加上当时的同叔说了一句 吐吐,你每天不抄作业 又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还不及格 你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睁开眼 天空从灰色变成了黑色 我害怕去学校,害怕同学们 切切私语地朝我笑 甚至害怕解任何人 初中那几年,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 也没有拍过什么照片 从那个时候直到我读大三以前 我都深深地觉得 成绩不好,又花时间打扮自己 是一种很罪恶的行为 从说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 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 无论自己学习成绩如何 我要坚持练习写作 这是我唯一擅长,而且喜欢的技能 即使以后考不上好的大学 至少可以卖文字 养活自己 不断磨练写作技巧以后 我确实变得更自信了 当年QQ空间还在盛集 我的日制浏览量与日举增 也通过写作结识了 至今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为了专心学习,我剪了短发 很意外的是,居然有个女生跟我说 我剪了短发以后变得更漂亮了 可能是因为她的那句话 再加上写作带给我的成就感 突然有一种波云见日的自在和轻松 考上澳洲某知名大学以后 我还是那个又黑又土的丑小鸭 当时英文非常不好 听不懂也看不懂 只能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学习 在异国他乡的大学里 我居然还能碰到几个当面跟我说 我哪里哪里找的奇怪 衣服搭配很土的同胞 当时不知道看上我哪点追我的男生 还建议我去做双眼皮手术 用BB霜遮瑕 你以为我会再度自卑吗 没错 我又陷入了无尽的自卑里 居然巧合的 我开始做日韩美妆代购 为了更了解美妆产品 美容仪器 美白相提零食的功效 我开始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试用 现在回看刚开始学化妆的道片 简直是用惊悚都难以形容的彩妆 拍美妆视频 跟合作伙伴讨论化妆 跟顾客沟通产品性能慢慢的 顾客因为我的妆容 和我推荐产品的专业程度 开始加单 被认可的成就感远远大于 我具体赚了多少钱 我也慢慢从不善口头表达 变成了还算得过去的 日韩美妆销售 这对我后来找销售相关的坚持工作 打下了基础 英文方面我还是不够自信 老师们会在学期一开始 就把所有的教学内容放在网上 我提前看完所有reading 做完作业 并且做好笔记 准备工作远远不及这些 我会准备一些上课故意问的问题 也就是那些关于reading 或者作业的问题 我明明知道一些答案 还是会故意在课堂里问 我甚至会把问题和答案 以口语化的形式写在电脑文档里 上课的时候 我故作轻松的把自己背了很多遍的问题提出来 或者把自己准备好的答案说出来 做这件事的关键 不仅仅在于学习内容本身 更是在锻炼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 和提高自信心 刚开始并不会难容 举手 在母语为英语的同学和老师面前说英语 在全世界都安静下来 只听到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像是站在漆黑的舞台上 突然聚光灯就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种被集体关注的感觉 我感到面红耳赤 心跳加速 还好有准备 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 把电脑文档里的内容读出来就可以了 所有文字内容都是精心准备的 不用担心语法发音问题 同学和老师其实都很有耐心 也很愿意去倾听不同的想法 得到过几次认可以后 举手发言公众演讲的感觉真的会上映 我现在已经在澳洲教中文很久了 有时候睡觉前 我都会回味自己开会发言时候的内容 和大家的反应 虽然我现在也不是化妆大神 但至少看起来算太糟糕 英文语法 发音 用词 也每天都在犯错 但是 我确实比以前更自信了 自从学习化妆 在课业方面有目的 有方向的努力以后 经常在校内校外被搭讪 哪有人想得到 那个自卑 群业差 尤其英语没有自信的畸形人 有一天可以在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被搭讪 我记得有一个巴西来的男生 一开口就问我 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亚洲人 我极力否认 我说我是made in China 他告诉我 很少见到同龄的中国出生长大的女孩 说英语的时候 那么自信 有时候我也在想 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自信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 其他国家的人惯性地认为 中国人说英文 不自信的 在成为真正的YouTuber 或者说up主之前 我其实准备了至少两年 我参加过如何成为YouTuber的 线上分配课程 长期关注并且研究过几个成功的YouTuber 在真正实践前 所有理论知识都是空谈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任何成功都不能完全被复制 从小透明变成现在的千粉up 我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粉丝量不足50的那段时间 我甚至会去关注我的每一个粉丝 他们关注的up有哪些类型 他们喜欢的内容有哪些主题 直到现在每一期视频都会做详细的规划 确保目标人群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可以学到至少一个他们不曾制造的知识点 我现在开始庆幸 曾经有不开心和不自信的经历 当然我从来不会感恩对我失忆语言暴力的人 我只是欣喜地发现 我可以通过网络 通过视频或者文字的方式 将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 正处于心态崩溃边缘的某一个人 人都是需要被认可的 自信心 成就感这些词汇 都跟被认可有关联 在被认可前 先想清楚自己的爱好或者特长是什么 花时间和精力去尽可能深入研究自己的爱好特长 让自己找到最基本的自信 接下来就是做好一天挑战的准备 我们自己都有可能看不起自己 不喜欢自己的某些方面 又怎么让不认识 不理解你的人都喜欢你呢 再次感谢关注和支持我的大家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